大家好,我是艾云恩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 1.3卡池确定 手按人力会闹麻了 更多细节放出 玩家后宫嘉义 明朝 1.3卡池手按人机制曝光 淋浴双形态来了 首个复刻角色消息 1.2最高有111抽 蓝猫萝莉二创杀疯了 昨日明朝官方发布了 1.3卡池的两位新角色 分别是五星成女手按人 和四星罗莉又胡 不过这两位新角色 确实带来了不少的热度 之前就有大佬曝光出 关于手按人的一些技能消息 其中两条则备受关注 一条就是手按人可以展开领域 在领域中会存在多个阶段 每一阶段所带来的特效 都各不相同 另外网传手按人 还有第二形态 外观目前放出的 16月一版例会 后续估计会有所改动 还有一条 就是手按人有着化身机制 大世界中可跑图 但不少细心的玩家 早就发现了 在之前PV和剧情中 就能看到一个蝴蝶的身影 在例会中 看到了这一个蝴蝶 看样子 这就是手按人无疑了 看样子 手按人一直在各位漂泊者身边 就是各位未曾发现而已 之前提到手按人外观形象 就是冰美人和很空灵的感觉 现在真对应上了 7月初时候 有个大佬爆料了 在1.3版本中 将会有一个新五星 和一个新四星角色登场 并且外观都对应上了 不过还提到会有角色复刻 没想到开服才没多久 就有角色复刻 但这位大佬 其余消息全对了 先当图一了看待 不知道会是季炎还是盈灵 或者是热度较高的 精细插队复刻 最新的1.2版本抽数 被统计出来了 零克玩家有78抽奖励 小月卡玩家能拿到101抽 大小月卡都有的玩家 能拿到111抽 不过其中一则消息 为向里要免费送 先不要着急下定论 等1.2版本时候 官方消息为准 又胡二创可以说 直接掀起不少大佬的关注 其中直接将他和林阳 安可 为里奈融为议题的例会 让很多漂泊者都直呼 真是彻底杀疯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感谢支持 真没想到 明朝1.2前瞻推文还未出呢 官方就放出了 1.3版本即将上线的 两位新角色例会 目前玩家的评价非常好 官方的热度也迅速飙升 隔壁游戏玩家已经闹麻了 表示非常羡慕 真没想到 在金西河常立之后 还会有如此亮眼的角色上线 最主要的是 通过文案来看 索岸人也将成为玩家的后宫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索岸人的相关信息 历绘方面没得说 整体设计与蝴蝶有关 服装配色以蓝白为主 头沙底衬如星辰般闪耀 裙摆如蝴蝶翅膀一般轻盈 索岸人给人一种非常温柔的感觉 和金西不太一样 也没有长离那么昧 再加上文案 某种因你而有意义和决心来看 怕不是之前就和漂泊主认识了 本就是后宫之一吧 比较有意思的是 回顾了一下公测PV 原本只是以为 以一只蝴蝶的角度 带领玩家观察各个角色的动态 结果 这只蝴蝶竟出现在索岸人的身上 这样来看 索岸人一直都在默默地 观察着漂泊着 要不然 就不会再落到棋盘上面后 看到常立睁眼 自己就消失了 原来是担心被发现的 这个铺垫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一位新角色名字为幼虎 虽然这是四星少女 但看她这个俏皮模样 同样也很吸引人 不知技能方面 是否会有什么特殊机制 个人已经开始期待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官方虽然放出了两位新角色例会 但只有一位五星角色 这是否意味着 如果次日没有新五星角色放出 1.3版本就要开启复刻卡池了呢 而按照时间顺序来看 季岩成为第一个复刻角色概率极大 具体安排如何 还要看官方 如果真的像舅舅所说 1.3版本的剧情质量非常高 再加上有首爱人 如此吸引人的角色加持 相信流水不成问题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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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